每天說一句台語舞藝術 每天一句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DJ TK 我們現代人愛聽流行歌 不過大家也有想過 以前農業社會時代的人 他們的情歌是怎樣唱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以前的台灣情歌 寶歌 寶歌漢女誰做寶歌 老媽女誰做寶阿寶 寶歌歌都是第一條 寶歌也叫做燒寶歌 是在台灣人間流團很久的歌謠 代表分是我們路用寶歌條 在對唱 受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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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叫做台灣國風 或是台灣情歌 綠龍和人路愛情有很大的関連 不管你說孤寶 受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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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言的受寶 受寶 詳 受寶 會這樣唱 以前的人要表達南路旗艦的感情 也很必須 電郵花也會有在感情 比較沒人會看到的地方 有報告是這樣寫 歌軍玉帝甘石膏 接吻的八角做河頭 要想誰人敢問頭 還問一人兩隻膏 南路旗艦當年來的時 最痛苦的就是 想你三味三滴 所以看不到你 不然也在唱上司的主題 門口這藏 想是藏 想是藏 想是白龍在人 先是來看公寶寶 大身來看浩擔擔 流 無歌 燒無歌 燒極 台湾國風 小燕 小燕 無歌是一款在民間 口嘴團嘴 老團的路動歌謠 以前在政地的地方 真是行 今天你的每天一句就說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後來再會